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高雄市生物与资讯科学老师结合跨县市平台 研发108学年度新课纲授课议题 高雄市教育局邀集资讯科技与生活科技 23名教师研发授课议题 于博二大港自造特区发表 教育局长范讯律 树德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特聘教授温家荣 高雄师范大学工业科技教育学系副教授张美珍 及高雄市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杨光明参与 课程结合22个县市超过40万人使用的高雄市 1.ANU世代岛屿学习乐园平台 预期将广泛使用高雄市科技领域辅导团 召集校长添加力说明内容 瑞祥国小老师李俊卿示范教学 在场学生了解城市语言基本概念 以便衔接国中生科运输科技议题 范讯律表示 新课刚将资讯与生活科技列为国 高中必修课程 首课内容将结合高雄独有山海和港特色 从路、海、空等交通工具套入各年级层智能力指标 提供学生统整性学习经验 而资讯科技、生活科技虽是不同科目 却彼此有关联且相互延伸 发表会现场展示从国小至高中生科课程摊位 包含智慧插座、微控制器、目光与生活及脸部辨识等 学生透过科技工具培养实作 设计与创造智能